看到创业不只需要决心 面对挫折的时候 更要有不被打倒的勇气 接下来带您看到杨秋为 张千奇和苏贝易 这三个好朋友 因为喜欢吃蛋糕 也是决定中年转行创业 推出了结合绿茶 和一整条蜜地瓜的茶香干薯瑞士卷 以及几乎快爆浆的知心芋头瑞士卷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却因为知名度不够 乏人问津 加上遭遇三具清安毒奶事件的影响 连续半年多的业绩惨淡 甚至一度想要放弃 后来他们利用网络行销开拓市场 让月营业额从不到十万元的惨况 一下子成长了一倍之多 蛋糕才刚烘烤出炉 厨房里立刻传来 振振幸福又名人的香气 然后它可以完全蜜到 这一头的热锅里 噗噗噗噗噗不断烧滚着的 是甜甜的地瓜和糖蜜香 软绵的绿茶海绵蛋糕上头 全都要涂上一层厚厚的地瓜泥 其中最吸睛最亮眼的主角是它 最让人念念不忘的台湾味 绿地瓜 谁说绿茶只能配红豆馅 它也能跟地瓜成为最素配的麻吉 蛋糕吃来蓬松软绵 里头金黄饱满的地瓜馅 以入口绵密细致 有地瓜的浓郁 也有绿茶的清香 这是全台唯一的茶香甘薯瑞士卷 馅多然后不甜而且不腻 然后它里面的地瓜馅又大 而且是整颗的 这在团购市场里 独特又有创意的新奇口味 其实是蛋糕师傅杨秋为 逛夜市逛出来的心得 蜜地瓜可能有时候会偏甜 然后面加就会给你杯绿茶 让你对 然后其实那个想法就不错 63年次的杨秋为 从国中开始就在面粉堆里打滚 但多年来受雇于人 他总觉得满脑子的创意 无法充分发挥 想创业的念头 不停地在心中蠢蠢欲动 早期在别的店家 可能就是追着店家的老板的理念 然后没有办法做一些创新的东西 然后在这个机缘下 刚好遇到了另外一个朋友 然后就结合大家的理念上 然后就创新一些新的品牌 于是三个好朋友就这么一拍即合 他们决定转行 想开创自己的一番事业 烘焙高手杨秋为 负责制作和研发 做过纺织和烘焙的张千奇 掌管行销和业务 和一脸酷酷话不多的苏北意 专门礼货和送货 大家一起分工合作 但创业光有勇气和决心 似乎还嫌不够 然后我们还是用传统方式在行销 就是挨家和户去拜访 但实际上这部分 其实带给我们很大的挫折感 那经过了这大概半年多 其实这样的传统方式在经营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 更换我们自己在这个店面 其实它不是在一个金华地段 所以在店面的部分 根本就是几乎是零营业额 苦撑了半年多 好不容易在网路上打开知名度 张千奇一度以为终于雨过天晴 但谁知老天爷的考验 其实还没结束 奶粉遭到三具氢胺污染 消息一出 重创整个台湾烘焙业 也让三个人好不容易 有起色的生意 重新打回谷底 消费者对蛋糕面包产品一变恐惧 连续三四个月 业绩几乎挂零 如果你真的要继续做下去的话 他觉得说 他其实一个人生活过得还不错 去年的时候 小孩也才刚生出来而已 然后他现在又跟我讲这句话 我就觉得 哇 做得太 对 这打击很大 冒着可能离婚的风险 张千奇决定继续咬牙苦撑 但他心想这样下去不行 透过朋友介绍 决定参与医化课程 在网路行销上再加把劲 一开始的话是叫你先去上课 所以我就觉得怀疑干嘛要去上课 有些东西我们可能都懂 但实际上去上了课才知道 自己的知识原来是微不足道 去上了课之后你才知道 原来网路医化这一门课 它其实是有一个很高深的学问 透过计划举办的培训课程 张千奇重新建立了对网路行销的概念 像是Facebook粉丝页的操作 和网路平台应用 也懂得如何以办试吃的方式 跟消费者互动 这些试吃的话 一定要通过那些部落课 还有一些组购 他们如果试吃的话 他们一定会写文章 那他们写文章的时候 多半因为有试吃过 所以他们给你的一些评价 其实是比较正面的 而且那些正面的给我们的讯息 其实也是让我们商品做一些改良 跟改进最好的方式 网路行销打开更广大的市场 远营业额从原本不到 十万元的惨淡成绩 一下子成长一倍多 甚至实体店面虽然不在精华地段 但来客树也有明显成长 因为你就就是剩这些了 对就剩这些 没有新的靠 它现在有发生都很干净 不像压力屈服 不像命运妥协 他们靠行动证明 团结力量大 让杨秋为 张千奇和苏贝毅 这三个好朋友的蛋糕人生 更增添了一份幸福滋味